程式的邏輯非常簡單 主要就是什麼 第一個 先判斷就是說是不是帶入三個參數 所以這個其實剛剛一樣 三個參數 也就是ARK 他這個參數一定是等於3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是跳離 就表示錯誤了 那如果是三邊 接下來你要做什麼 到底判斷他是哪一種三角形 那有這些條件 所以你第一個邏輯 就是這種邏輯 A等於B B等於C 所以你可以宣告三個變數 A B C 然後記得也是一樣 宣告為Double 因為他可能有小數點 然後再來做相關的邏輯判斷 會有這些 所以也是多重判斷 那前面這幾種之外 就是除此之外 當然就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那個三角形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程式裡面 到底還有哪些注意 輸入不為 就是有非法的致遠的話 當然就跳離 那再來看一下 就是說最後那個畫面裡面 他有一些 比如說參數錯誤 所以最後的話 假如說呢 那個三邊有錯誤的話 你就顯示這一個 然後你所輸入的是一個 等邊三角形的編長資料 OK等等的 所以你可以最後再練習看看 假設你輸入這一個 他能夠跳這一個 直接輸入這一個 那就就跳這一個 那如果每一個你輸入都正確的話 基本上你應該就得分了 因為那個評分老師也是輸入這些 那只是說呢 有個部分比較麻煩 因為你剛剛我們是要按右鍵內容 後面你就給他編長 將來記得喔 做完之後請你把這個刪掉 就不需要再去 有沒有到這邊按右鍵去 比如說你這個按右鍵去配置的 這邊不是一樣 要到這邊再去新增一個配置 什麼的 那在這邊填資料 實際上很麻煩 你每次要再填一下 填一下 不如直接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ARC 那這個ARC 其實名稱一定要一樣 一定要這個 然後NEW一個Street 就是說重新再丟一些資料 到這個陣列裡面 那裡面的資料一定是一個字串 一定用大瓜糊包起來 那比如說第一個 225的話應該是什麼 225應該我們來直接執行一下 頓角三角形 因為兩 不過這個應該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 因為怎麼可能頓角 因為兩邊那個什麼呢 2加2 兩個相加之後的話 應該是4而已啊 那另外一邊居然比較長 那不就是 所以這個 這個其實裡面是有一些小問題 應該是 那當然這個地方另當別論 我們輸入一個比較正常的 我們可以按照那個 題目裡面要求的 比如說333 假設我今天一個個來 333 那這個當然就是一個什麼呢 直接執行 看一下是不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 等邊三角形 那如果我今天輸入有什麼 3333多一個 那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假設有這邊多一個 就是多一個參數 那輸出的話應該就是什麼 參數錯誤 反正呢 這裡面是有bug啦 因為他少判斷了一個就是說那個 他條件到那邊 有沒有兩邊相等 他就會認為他是頓角三角形 但是不是的話 他就是會有問題啦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稍微把題目看一下 另外也可以先實做一下 那這個地方有幾種寫法 就是第一個先判斷一下 他是不是等於三 如果四就進去 把它轉型為什麼 就是把它轉型為double 因為我宣告為三個 ABC都是double 然後判斷 一等邊 等腰直角 等腰 反正按照那個表格裡面的順序 那這是第一種寫法 第二種寫法其實你可以簡化 你會發現 像這邊當然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建一個static的一個swim 這個swim的一個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的話 也可以傳遞給他ABC 他會return return回來 比如說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加上一個check 把ABC放進來 結果也可以print的出去 那方法很多啦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最簡單的就是說 我們用一般的做法 我先判斷一下那個邏輯 那另外裡面 第一個 低層邏輯是 判斷參數是否為三 第二個就是說 再判斷那個底下的多重 多重的那個邏輯 第一個 你可以用那個aux 你可以new一個stream 然後記得這個中瓜糊 給他三個值 再去做test 再去做test 那每一個每一個都測試一下 那裡面的話當然 條件部分的話如果是等邊 那等邊你就給他一個條件 A等於B 而且B等於C 所以你第一個的話 當然你就可以直接把這個 這個條件給寫在這邊 然後輸出的話呢就等邊 那再來的話 A 這個地方再來就是第二個 第二個是什麼 先判斷 當然你這個地方順序實際可以顛倒 或者是等腰三角形 A加B大於C 而且A等於B的話 那這是第二個條件 大概就等腰三角形 一直來推 就把每一個通通這個條件呢 寫到那個else if後面 最後可能要判斷就是說 如果那個三角形不存在的話 可能的條件還蠻多的啦 這個當然題目裡面沒有特別講到的話 我覺得你就不要去鑽牛角尖了 因為實在這邊有很多地方 他有沒有考慮到的 因為A B C 其實如果你順序顛倒一下 好像也會發生錯誤啦 所以基本上的話 你做完這些判斷之後 假如說再來這邊輸入這些 結果都會跟這個畫面一樣的話 我想大概基本上就OK了啦 那這裡我想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這一題就先給各位先當練習 那明天的話我們就從這一題開始 那另外我們明天 208、210 然後後面再來就也許是 單數題部分 單數題的話我想因為他重要性比較沒那麼高啦 所以也許我們是用那個概獎的 就是把一些比較重要的答案提供給各位參考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一題的話我想各位回去可以試試看 因為他裡面有蠻多地方 可能要再思考一下那個點 那另外他的參考答案有個點就是 他是用物件 物件導向的方式寫的 可是考試的時候要不要用物件導向裡面 並沒有提到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斟酌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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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